明天下午两点半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目前卡弩台风它仍然维持在中度台风上线 近中心的最大风数是48公尺每秒 而它的暴风范围还是维持280公里 台风未来几天的移动方向呢 可以看到在今明两天它将会逐渐的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通过琉球北方的海域 然后在明天开始它的速度会比较减慢 也因此呢它会在台湾的东北方近海这一带逐渐的滞流打转 一直到4号开始它会停留一段时间并且呢逐渐的开始转向 到了5号往东北转向的这个速度才会比较快速 也因此会比较快速的远离我们 大家好 今天下午两点半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目前塔鲁台风它仍然维持在中度台风上线 进中心的最大风数是48公尺每秒 而它的暴风范围还是维持280公里 那它目前呢在两点的位置呢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480公里的海面上 而随着它未来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它的暴风圈在今天晚间就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近海 因此目前这一暴的警戒区域在海上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的东北部海面 提醒在这些海面的航行及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 而在台湾临近海域的航行作业船只也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这个台风目前的外围云系已经为我们带来一波波的雨势 而在台湾附近沿海的风浪也逐渐的在增大当中 因此呢我们要提醒在沿海活动的方面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安全 我们先看到在台风未来的情形 台风未来几天的移动方向呢 可以看到在今明两天它将会逐渐的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通过琉球北方的海域 然后在明天开始它的速度会比较的减慢 也因此呢它会在台湾的东北方近海这一带逐渐的滞流打转 一直到4号开始它会停留一段时间 并且呢逐渐的开始转向 到了5号往东北转向的这个速度才会比较快速 也因此会比较快速的远离我们 所以今天一直到4号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沿海的风浪偏大也会为台湾的附近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 我们先从在风浪附近方面来看 在台湾附近的浪的情形呢 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就已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长浪出现 目前在马祖还有龙洞以及苏澳的浮标都有观测到三米以上的长浪 而在我们马祖以及台湾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 这一带沿海的浪高也持续的在增大当中 我们要提醒在今天一直到5号在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是容易有长浪的情形 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在3号的北部沿海也是持续有长浪的 而至于在风力方面呢 我们看到在随着台风逐渐的移动台湾附近的风场变化 在今天台风逐渐的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北台湾这边是一个偏西北风的情形 而恒春半岛这边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偏西风 而这样子的风力呢 在明后两天会逐渐的增大 这是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台湾的影响之下 也因此呢 目前我们已经发布了陆上降风特报 提醒在北海岸东北角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蓝与绿岛 都容易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而这样子的风势在未来一两天还会再持续的增大 那要提醒在北海岸这一带呢 距离台风的暴风范围是比较接近的 要特别留意比较明显的强风 而在恒春半岛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偏西南风的风向 在明后两天会逐渐的增大 也要提醒在这一带活动的朋友要留意 在沿海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出现 而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看到目前的雷达回波的情形 目前的雷达回波显示呢 在北台湾的这一带 受到台风外围的偏西北风的影响之下 今天持续性的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震雨在出现 那目前的这样子的雨势呢 在山区附近是比较持续的 那累计的量值也逐渐的在增加当中 那我们预估呢 在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方面可以看到 这样子在北台湾 北海岸 还有近山区这一带的降雨呢 在今天晚间会逐渐的增大 而在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也会增多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比较接近 并且在台湾的附近海域停留一段时间 那因此在周四开始呢 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 是会比较明显的增大的 那在中南部随着西南风 在晚间逐渐的增强 也会有雨势逐渐增多的情形 对中南部而言的话 比较明显的降雨呢 会出现在周五这一天 周五这一天的西南风 是比较明显增强的 因此中南部这一带的雨势 不但加剧之外 连平地这边的雨势 跟前一段时间比起来 也是比较明显增多的 而北台湾的周五这段期间的降雨呢 则要是台风它往北转的速度而定 如果说它移动的速度 稍微比较慢一些些的话 那整体雨势减缓的时间 也会比较引后一些 那在温度方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 今天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属于一个 有一些透光的情形 那这样子被封成 这样的影响之下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高温 那因此我们今天在东半部 都有观测到 35到36度左右的气温 而在明天 我们也提醒 在花东这一带 还是持续可能有 36度左右的高温 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比较各个时期 需要注意的情形 今天是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 那北台湾这边的风雨 是逐渐增大的 而在周四周五这两天 是台风距离我们最近 风雨最明显的时候 那要留意 在北部降雨时间 比较增长了 而且尤其北海岸这一带 距离台风的暴风圈 是比较接近的 风跟雨都相当的大 那在中南部呢 随着周四的晚间 西南风增强 整体的降雨也会开始累积 那后续呢 一直持续到周六 因此也不排除有大雨 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 而至于在东半部呢 持续都是比较偏向 高温少雨的情形 外岛部分则是 在澎湖这一带 在周四也是受到 新南风增强的影响 会开始转为 有一些震雨的天气 最后我们提醒大家 一些小叮咛 在我们在台风影响期间呢 还是西半部要留意 这种雨势强风的情形 那在下雨还没有 比较明显的增大之前呢 也提醒大家 留意附近的环境 疏通一些沟渠 避免一些烟积水的清洗 那在风力的部分呢 因为有一些 强阵风的关系 也提醒大家 要检查居家附近 有没有一些 异落的物品 要把它细疗稳固 那海边附近的活动 是比较危险的 也提醒大家 被逼老化 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而今天一直到周五 左右是适逢年度大潮 我们在西南部沿海这一带 在近期呢 未来也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 也提醒大家 留意这种 大潮期间呢 也可能会造成 烟积水的情形 以上是这一节的 台风记者会说明 好 不知道现场的记者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 提问的部分 我们先从 我们看 先看雨的部分好了 那周三周四这段期间 北台湾的降雨呢 主要是从周三的晚间开始 会比较明显的累积起来 那尤其呢 在山区附近的累积 是会越来越明显 那在比较偏向平地 像是北海岸东北角这一带 随着台风它到了 明天会逐渐的减速 并且停留在距离 我们比较靠近的地方 所以说在周四的时候呢 平地感受到的风跟雨 大致上是最明显的时候 那后续周五的话 可能在清晨到上午 还是有一些风雨的情形 但是到了下半天 有机会逐渐地转 就是不要减小 但是还是要看台风 到时候的路径而定 那请问刚才还有提到 在风力的部分 那风力的步伐 其实是跟台风 它主要暴风圈 接近的这个时段 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在周四 到周五的上半天 也是要留意这种风的情形 所以说我们在周五的上半天 我们一起观看台风 看到零 就能够用的 就能够用的 我们在周五的上半天 就能够用的 我们在周五的上半天 我们在周五的上半天 会不会有什么 就能够用的